今日张书萍、关芝林、李文、何超琼、汪诗诗等盛装出席了在中环四季酒店举行的LAMA十周年酒会 当晚刚下飞机的关芝林以一身简约素雅的装扮抵达会场 关美人的名人风采使其顺利地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刚刚发片的李文以一身黑色裤感贴身装饰人 S型身材性感非常谋杀了大片的菲林 身为性感熟女的她表示 最近看到很多娱乐圈中的朋友都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也是在这里要恭喜他们 至于自己的婚事还是要慢慢的考虑 届时一定会告诉大家 对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圈内的朋友大家都在结婚了 那我觉得哇好棒啊 就是为他们当个的高兴啊 为他们觉得很高兴啊 恭喜他们啊 那自己自己我就不急了 我觉得慢慢来 那当然如果要结婚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 说不定张书萍阿叔可以帮我做造型 曾经的绯闻男友刘德华近日被结婚二字纠结到身心俱疲 同样身为偶像巨星的关芝林坦言 自己很明白华仔的感受 希望大家不要再继续追究这件事情了 如果将来自己也要结婚的话 可能会和华仔做出一样的选择 你问我我也不一定会讲嘛 所以我说所以我说我明白他的感受是什么 除非就有一天都查到 哦结婚了 OK对啊结婚了 就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不会隐瞒啦 但是也不会公布啦 我觉得除非你们都查得到 那或者我也想跟你们所有的朋友 或者所有的媒体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那到时候看我的心情就这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